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最近买的一个可增加重量的哑铃 就是这一款 哑铃的名字有点邪恶 叫Bad S 它多了个A 这个是加拿大本土产的哑铃 它的产地来自于蒙特利尔 所以我就做了一些相关的研究 对比了一下 这款应该是有现货的 因为加拿大现在很多地方 包括北美的 哑铃都不是很充裕 之前用的那个哑铃 它最高就只能一边20磅 两边一共和下40磅 所以我做握推的时候重量已经不够了 所以买了这个可以调节的 它这个虽然是可以调节的 但是做工还是有点粗糙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里的细节 这里都凹进去了 但是质量还是挺好的 他们说这个全部都是不锈钢做的 所以很耐摔 我买的重量是每边是72.5磅 像这样一片是5磅 这样一片是10磅 这样一片是12.5磅 所以它就通过这样的重量组合 它这个是通过这样旋转 这样把它转开 然后增加杠铃片 然后来调节重量 这一个旋钮就是2.5磅 然后这样来调节 它这个最轻的是可以减到5磅 就是除掉这个旋钮 这样空吧 就是5磅 然后增加一边旋钮就是7.5 再增加另一边就是10磅 这个杠铃的优点 就是重量可以加很重 我看到官网好像最多可以加到100多磅的一边 所以对于那种大重量的训练者完全够用了 另一个优点呢 就是它质量非常的好 它官网是说你可以随便摔不会摔坏 而且它这个把手 它这边的纹理是防滑的 握感非常的好 这是第二个优点吧 第三个优点呢 我觉得就是它这个杠铃片啊 都是标准的杠铃片 所以你如果用完这边呢 可以另外再买一个那种长的握把 这个重量也是可以用的 也就是说你买了这个72.5加72.5 就是一共是145磅的重量 但是你可以放在其他的器材上 也可以使用 这样就成本合算起来就比较便宜 它的缺点嘛也是比较明显的 就是这个安装的时间 可能比那种现在直接可以调节 转一下可以调节重量的慢了很多 它这个哑铃片最小的是1.25磅 所以它的重量是可以1.25磅 1.25磅递增的 这是它另一个好处 还有一个优势就是 它这个哑铃 你片放上去以后 它的整个总长度 可以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 因为有的哑铃像这样子的 你即使只放了一点点的重量 但是它这个长度就是这么长 所以有的时候你做握推的时候 这个杠铃的长度 会阻碍到你某些动作 不是很方便 这种呢 它就差不多 刚刚好 因为由于它是旋转的 所以它把长度就转在里面 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 安装好一片是7.5磅的 要花多少时间 现在用手机记下时间 开始 把它对准这个洞 就开始转进去了 一边再倒过来 另一边 它这个是有膜的 所以转进去以后呢 是相当稳的 这是它另一个好处啊 所以它的优点还是不错的 挺多的 好了 大概40秒 我中间说了点话 所以如果真正认真做的话吧 30几秒可以做好一个 非常的牢靠 牢靠 这边也不会松动 你一旦转好后 它就不会松动了 我之所以买了这么大的重量 每边72.5磅 那就是打算 这个杠铃是一辈子用的了 所以直接一步到位 重量买够 到时候这些杠铃片呢 也适用于其他的重量增加上 因为它是可以拆卸的 我还觉得挺好的 虽然它杠铃片 有的地方做的比较粗糙 但是鞠铁这种东西嘛 重量有了 用起来比较方便 实用性最主要 最近很久没有更新 这个健身的进度了 再过一段时间 我准备再专门拍一集 更新一下现在的体重 跟身材的状况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订阅哦 拜